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其张志军的王庄会都提前出局 马席会的破局留下多少未爆弹呢 这个美中台三方的一场谍爆战就此开打 另外就是资深媒体人陈敏凤曾经质疑 张显耀到底是共谍还是美谍 是不是山姆叔叔火大了 陈敏凤在脸书上说老美生气了 想说你们两个吵就吵你别跑到我这边来 好你来到我家呢还涉及了金钱的问题哦 于是老美就转头去质问了台湾的驻美代表处 查了半天才终于查到了 在政府高层的眼中 彰显要的确是间谍 但不是共谍而是美谍 真正的共谍应该是运作另外一条线的那些政府高层 那么那些高官又是谁呢 中国驻美大使又在马席会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还有周玉寇在脸书上抱怨 李全教在地方横行会选黑金 就国民党处分一年的停权 但是周玉寇却是开除党籍 好周玉寇呢他连不该骂的话都骂出来了 好他要赞加营看的是台南地检署啊 侦办台南市议会的会选案 结果又杠上开花 除了议长李全教被法院裁定收押之外 民进党前议长赖美慧也传出涉及会选遗云 好谈到台南这次的议长选举呢 朱立伦也被卷入会选案 朱立伦刚上任主席后院就失火 这下传出他想要促成和习近平的会面 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倒是有个大哉问 国民党嫌票太多了吗 跟习近平打交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还有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新共主朱立伦 曾经在危机解密 说她是一个大嘴巴 这会不会影响到她未来的登机之路呢 好我们带您来看看到底这个国民党的现任主席 跟国民党的前任主席 到底跟美国方面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感觉上好像不会复杂的 我们先来看看在昨天的自由广场 马云九有几重国籍 这是一个云城他里面写的 那么他说除了在这个之前 大家在讨论的美国绿卡之外 有没有美国永久修流权这个问题之外 就是这个马总统承认 他在一九五零年 在香港九龙的广华医院出生 但是如果按照法律来看的话 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八六年之间 只要在香港跟九龙出生的婴儿 都属于联合亡国与殖民地公民的身份 这是不需要申请的 你就自然拥有这样的身份 那么后来呢 因为一九七不是移交了吗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去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你就自然而然都会成为 英国海外公民了 好再来看看的就是朱立伦 之前危机解密 那个时候吵得沸沸扬扬 那么大家就讨论说朱立伦还被美国 视为是一个保护的人选 他跟美国什么样的关系 又为什么呢 但是他里面报的料 被解密开来 如今看来真的会让你真的觉得 哇 很想垂心肝 真的觉得太好玩了 一起來看看 那个时候他们所公布的 美国外交机密电文 里面讲什么 朱立伦向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的阳素地提到 马英九非常不喜欢宋厨余 马英九他不会听连战的话 马英九同时希望连战王 金平宋楚瑜 乌波熊的蓝银大佬都能退场 朱立伦对于当时举行的立委 选举海明确的说 两党政治是未来趋势了 所以跟亲民党的联盟 不重要了 朱立伦甚至还说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政治生命已尽了 所以从此他就黑掉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朱立伦还说 运作手段就是政治交易里的拿鱼给 这也可以看成马英九在玩弄 全力平衡的游戏 这也讲太多了吧 好他说 他跟美方陈述他自己的重要性 朱立伦强调他跟连战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连战也希望朱立伦可以把他的想法 传递给马英九 接下来又讲到说 虽然老陈讲的是王宋吴这些人 步步进逼 但是马总统还是很有信心的认为 他会成功 对还有朱立伦在这个维基解明中提到说 朱立伦的档案 后面有个括号 Protect 这个人是好像是那种无敌战警 最后不管怎么样 那电池一定要给他 不然他就会那个 先知啊 先知啊 好 那我们有两个话题 这两个话题是平行的 一个就是上任的 上一任的主席 马英九 他的存款到底怎么回事 另外一个就是现任的主席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 在维基解密当中一个迷样的人物 中心大哥 Protect 表示是美国自己人嘛 是同一挂的 我建议这个朱主席未来有外访的话 千万一定要绕过总统 因为那地方就是伊斯兰国的这个管区 ISIS 你看 你看连一个美国记者 连日本记者 你看我们都日本人长很像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很怕那个地方都不要去 到时不是关在鸟籠里面 不然就是 反正这过年就不要讲多了 就是我倒建议朱主席 那我老师这种日文系毕业的 要特别注意一下 朱主席以后 要欧洲访问一定要走这个 莫斯科航线 莫斯科航线 这个我是真心讲 其实现在那个东方连孔都不要去 因为像杰明兄越开越像日本 对不对 所以我都不去伊斯兰国 比妹才像 是吗 那世间兄像是什么 大哥 韩国人也危险 因为我们讲话都像 讲话 good morning 人家都暗示日本人 不过你出门穿阿拉伯装就ok了 ok 要等他自己 北陶君穿 阿拉伯老人师 他穿阿拉伯装还是被认出来 他英国人 他还被当从信念鞭打 有没有 这个在这段历史说 还是尽量不要去 好 绕一下绕一下 我认为朱市长应该过去 应该是在IBM工作吧 他说他国际大嘴巴 他应该是国际大嘴巴 IBM总裁嘛 总裁 总裁 其实上内以来 我必须很坦率 我常说来这个节目就不要说话 如果说话就不要来 其实市长跟党主席 其实市长的议题我意见不大 那党主席要做法 缺乏一个执政党党魁的格局 与气势 我举李全教案就好了 开除吧 怎么停权呢 表示你有所挂碍吧 什么意思 你很在乎李全教在台南系统的选票 所以周玉克不如李全教 我不敢这样 其实这是两码事大家来做比较 其实因为现在等于是 得国道菜都给他扯了 我就不谈周女士 但是说李全教案 民进党对这几个是开除党籍 李全教是庭权 你是我的兄弟吗 自己人不敢认识 这个很伤 周老师我是讲真话的 第二 高师伯到国民党智库当研究员 你可以说他法政专有同意 那我请教了 马英兰有进过智库吗 没有啊 就说马英九不敢做的 朱友伦敢做 那当然朱友伦说没办法 是我们岳葬国葬要做的 那你要想办法 你看我是这样比较 所以有一位已经辞职的 国民党中常委邱沃森说 我都叫媒体叫护 我坦白讲 我都叫媒体永远叫护了 他讲一句话 变成政论节目标题 朱不如马 再怎么样 黄景泰 这没有国民党 景泰兰嘛 我叫景泰兰 他停前还是开除 开除啊 那为什么李全教呢 如果你只要比照 黄景泰就好了 黄景泰是因为不愿意当董事长被开除 不管就是 你至少都施议长嘛 那你有分别心 好 最主要是党产 摩戒一带都没下 官二代 富二代心态 我自己公开说 要见朱主席要了解这个党产的金流问题 我打给他一个核心幕僚 我打去 核心幕僚说你想跟他谈什么 还称称把关 我说就是他的党产 我讲电话的时候挂断 我的助理跟我说 胡先生 我给你打赌 朱主席不给你记 不敢也不会跟你见面 你看 旁边那是二级岁的助理 人家都看得到 你不敢处理党产 吴博雄都跟我谈 对不对 但吴主席讲完 就是说 我们谈的 你不能对外公布 吴主席多谈 我早就对博公都很尊敬 好 其实朱立伦是 背后军师就高于人 就以拖待变 拖拖拖拖拖 反正民进党可能是 应该三月吧 三月蔡英文就扶上来了 那朱就是拖 他消去法 吴敦一消去 王建民一消去 我觉得王建民 另外一个最诡决的地方是 就我所知 马英九跟王建民都很不高兴 马英九一定想说 你要解决啊 要上诉啊 对不对 那王建民说 你怎么 你怎么是拖在那里 他有 不还我清白 他想两方讨好 都两方得罪 这是他个性 主席人打的政治精算师 会计系 他有应该有 美国精算师的证照 应该有这个证照 他就是拖拖拖 拖到七八月八九月 把吴敦一跟王建民把他消耗掉 再来玩国民党最喜欢那一套 蒋介石那一套 诗人之不出其奈 苍生河 拱我啊 勉为其难 勉以 勉以同意 不是 勉以同意当行政院长 我们都经过这一段嘛 对不对 蒋介石 勉以户刑事事 2015年还玩中国封建这支那一套 所以我说 主席 如果你继续 召告天下说 我最聪明四个字刻在额头上的话 那我们都很笨吗 你那么聪明我们都很笨吗 这样对你是不好的 國民党跌到谷底 我讲三个因素就结束了 大安系以北 甚至佐水系以北 铁杆南士气瓦解 没有错吧 所谓的法统南 什么叫法统南 姚舜 羽汤 文汝 舟公 孙中山 蒋介石 到底埋酒的法统南 变马统南 变范统南 变景泰南放在故宫 好 中部领头羊 中部领头羊 至少是胡志强 现在是谁 全告诉我 是廖辽宜吗 还是冬瓜飘吗 好 南部最严峻 陈菊跟赖清德 超过的黄秀霜 跟杨秀卿 差一百万票 台北市 国民党输二十五万票 北北基桃竹票加起来 你这一百万票 一百万票还没给他扣 法统兵他扣不扣 所以如果朱主席 以为这样子就是他 那你可怕一年后要辞掉 你要选你市长要辞啊 党主席要辞啊 当然是双输耶 我们是旁观者 旁观者清 而且有说 质量多文 朋友做不成 做正友也可以吧 讲直话嘛 如果你这听不进去的话 不要说你 我那个国民党的选情 都非常不乐观的 罗教设 其实朱主席上台之后 现在一个多月 已经跟很多的民意 在对立了 最明显 中选会已经决定 九合一 这个明年的这个选举 总统跟立委是合并选举 所有的民调很多的反应 都是认为说应该合并 可是你看朱立伦的立场是什么 他说希望分开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 跟民意不一样的立场 很简单 他在算 到底这个合并不合并 对国民党是加分还减分 可是他明明知道 民意是希望合并的 更不要讲说他推翻了 前国民党主席的一个想法 因为上次二零一二年 在二零一一年 在决定的时候 也是经过百般的算计 最后决定合并在一起 那今天他上来之后 等于推翻了前面 所有的论述说 合并在一起省钱 然后增高投票率 更多人参与 只有一个理由 他说 因为可能会有四个月的 现正空窗期 可是这个东西 之前有人提 他为什么不提 所以朱立宁是很会算计 刚才胡大哥讲说 他政治的精算 可是他精算的结果 经常是跟民意 事实上是有落差的 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 再举个例子 当别人都没有在谈 什么内阁制 总统制作的时候 他丢出来说 要朝修宪方向 要内阁制 可是最迫切的问题 是什么 党产的问题 他当作没看到 也不处理 假议题 对 那现在有两个身份 他想回答 这个党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来回答 不回答都退到 我是新北市市长 这跟市政无关 所以他一个礼拜 只有一天 用党主席的身份发言 其他时间 我通通不发表讲话 因为那跟市政无关 可不可以出现了 国政 事实上跟党政是有关系的 跟党务是有关的 反正就是说 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 不是一个新北市市长 你对很多的国政要发表看谎 对 记不记得他当时怎么说 如果这个政务出问题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踩刹车 或者说以党来辅政 可是我们问个问题 当这个复兴航空出意外的时候 朱立宏有对这个行政团队 有说任何话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总统 或是这个国民党主席 事实上是戴个两个面具 他选择哪一个的时候 就用哪一个 可是他事实上不可能 在该讲话的时候 用一个错误的面具讲话 换句话说 新北市的市长 就算你今天是新北市市长 在上班是市长 可当这个国家 有重大事情的时候 你国民党主席还是要讲话 不能说等到下礼拜三 我再发言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朱市长 他戴了两个面具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 他可以选择身份 决定要不要发言 可是这对国家来讲 或对政党政治来讲 不是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角色的选择 另外刚才这个胡达哥也提到 他事实上有双重标准 对不对 当黄景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 也是认为说应该加速处理 可是现在他的好兄弟 这个李全教出事的时候 他不讲话 现在用庭权主份 我们刚才跟十几台讨论说 那庭权有什么影响 没有 礼拜三 他不能开中长会而已 李全教 不过他冠狱去本来也不能开 所以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本来是要开监狱的 国民党分部 对有可能 或者说他挟持典狱长要出来开 或者说我要开中长会 还有他不可以选立委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也不会选 但是说对他李全教个人来讲 几乎完全没有影响 可是对民众来讲 这个党到底怎么面对这个东西 你是要最高道德标准 还是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 那更重要的 他有没有跟他唱歌 什么李是我兄弟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那歌我也唱过 什么态度 记不记得当然这个李全教这个出问题的时候 他是批评司法 说司法背后有黑手 不应该为特定政党或个人来服务 他等于是为李全教来背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对朱立伦不会有太大的期待 罗远如果从危机解密 那个时候来看的话 朱立伦其实把马总统看得非常的透 那如今他现在当上了主席了 我们看到他对于宋先生 他是要去遵送 那么其他的部分 他自己认为他跟LIT讲他跟马银九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自己很重要 现在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他也差不多了 当我们现在把危机一路好好看 看这些他过去批评过的对象 所批评的一些理由 再回头看朱立伦是不是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是一样的东西 对 比方说你看决端的情况 回避的亲人的情况 当他批评这家族有很多个人的关系等等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问个问题 朱立伦他的亲家的关系 其实不止这个国内的政治的问题 高于人在两岸关系琢磨很深 甚至有很多可能是商业利益的问题 他也自己搞了一个基金会 然后不断地鼓吹两岸 两岸这个同一个民族 要往统一的这个方向等等 这个主张论述都在媒体上曾经看过 所以朱立伦在批评别人的同时 或大概这个对AIT讲话 直直点点这些同时 事实上刚好可以把这些资料对回来看 朱立伦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 换句话说有没有别的被protect的人 用同样的方式在批评朱立伦 他是被美国保护的对象 所以现在的国民党主席 是被美国保护的 这个2016的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也蛮好的也是被美国保护的 其实从那个危机解密曝光到现在为止 朱立伦对这个事情 没有公开做任何的一个说明 否认或澄清 那这个代表什么 其实台海很多遐想的空间 但是美国也不会去承认这个内容 但是protect这个意义 反正各自表述 一个保护各自表述 那也有可能是很重要的 也有可能是认为就是 他可能因为国民党内部 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情况 所以要保护他 万一有状况 千万不要到中东旅游 我记得当时危机解密的时候 大家其实国民党内对于朱立伦的 被曝露出来的内容 其实是相当多的抱怨 觉得他是一个曝露本党的所有秘星 然后诚实的告诉美国 有点像是在打小报告 用打小报告的方式来斗垮其他人 卖党求荣 对 然后记者其实当时 每一个被危机解密 曝露出来的人 其实大家都有去问反应 可是就只有朱立伦是回避掉 他坚持不对这件事情 做任何的反应 那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就是在碰到争议的时候 碰到大家希望他说清楚的时候 其实他是会闪躲的 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价值 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对大家的 就像刚刚提到的 他四年前是觉得 总统立委应该要分开 四年前是主张合并的 四年之后突然觉得 我觉得这个分开比较好 就初一十五 他的态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过去他也觉得 国民党党产算起来 大概有近千亿 怎样怎样 那可是现在说没有 现在大概就两百多亿 就是说这个人 他会因为时间地点的不同 然后选择他讲话的 内容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他既然现在被国民党视为 他是唯一的共主 那你就要拿出个共主的样子来嘛 你就要回应这些党员的期待啊 你要回应社会的期待啊 就人民让你们输这么惨 就是希望看看 那所以你要拿什么东西来 来面对我 你要改什么 你要拿什么东西来展现你破例 和你的这个改革的决心 结果通通没有他只着重 我真的认为他真的只着重 在权力的布局上 斗这个斗那个 然后把自己的人放进去 高斯伯也进去了 他爸爸 他岳父其实还仍然在南部 运筹帷幄一些 接下来要选举的事情 我想南部出身的这个老师 你其实很清楚 就是当社会都在期待 你跟我们对话 你跟我们对话 让我们看看你 到底做了哪些改革 改变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 他满脑子的还是想 他的权力的分布 我这个洞要塞哪个 我的我的亲信 那个洞我要塞谁 那我觉得非常可惜 就是说 大家都会拿民进党过来做比较 民进党当年惨到不像话 立委剩二十几席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蔡英文出来接党 党主席 他是一步一步一次不选一次不选 慢慢累积慢慢累积 你在那个转变 你这个过程中看到他带领的民进党的 些微转变 些微转变 每一次多一点 每一次多一点 可是现在朱立文没有 第一次补选已经过了 没看到 现在接下来 没有没有看到 重大议题上面 没有看到 李全教没有看到 这个党产没有看到 年薪改革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朱立文到底凭什么 在国民党现在他可以仍然是民调 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可以坐上共主的位置 因为他没有拿出他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出来 我很好奇在美国这个 在这个危机解密上面去分类 美国对于这些台湾的政治人物 我相信他可能全球都有 都有列管 后面有些括号备注 他的备注我很好奇 你只有一种一种备注吗 叫做protect 有没有什么ignore 或者kill之类的有没有 朴大哥 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危机解密 我们所看到是像报纸 我们有出版社是局部而已 事实上我有非常认真看过 尽量看 上网都有 其实危机解密里面最关注的 并不是台湾内部的政治运作 他最关注是这些人 你跟北京互动什么样 OK 就是说美国他就会非常警觉说 这个人的言论是轻忠 有没有劈腿 就是这样说 所以危机解密里面 美国为什么不断interview那么多人 他关键就是说 你到底跟北京 我们在暗通缓取 这为什么是马锡会引发出国安会 这整个几乎大换血 其实这里很多内幕 我想未来慢慢会浮现出来 其实美国最关注的 我要再讲一下 不是台湾内部的生态 当然会重视 但更重视台湾政治人物 跟北京的互动 这也是危机解密里面 大家忽略的重要环节 事件宜 我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朱立伦算美蝶 那真的乌龙美蝶 你看他爆的料 说什么马英九不喜欢宋楚瑜 说马英九要连赞宋楚瑜 王金平都退出政壇 这个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看报纸 都有的事情 那被讲成美蝶 朱立伦这么多年来也不澄清 我觉得这是一种耻辱 那朱立伦不跟李全教切割 我认为朱立伦可能另有他的企图 他希望说李全教去帮他提一些育政改革的 前天五日才发生这个要越育 所以那李全 你是害怕有人要结育 中文刚刚讲的很对 朱立伦不跟他切割是有所挂爱 我觉得不只是有所挂爱 他还有所图 撿到蓝里都是菜 他算计说李全教的势力 李全教他们背后的这些资金 朱立伦最糟糕的一点 我觉得他个性上 两点 第一个 他这个人 惊惊死 惊惊罪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大气魄 说要改革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最质疑他的是什么 其实朱立伦的学经历 各方面资力都很好 他出生的家庭背景坦白讲也不错 他个人确实是温文如意 但是我觉得很糟糕的一点 就是说朱立伦 你如果真的是那么好 你为什么愿意当 那个罪恶集团的招牌 这很奇怪 你节节净净 那看起来帅帅好好的 你去当这个罪恶集团的招牌 你遮住了 你让人民看不清楚 跟过去八年前的马英九一样 可以选票嘛 加入民进党 对 所以我认为朱立伦是下一个马英九 很糟糕 这一块招牌遮住了这个罪恶集团 但人民看不清楚 那所以这一块招牌 比这个罪恶集团还要可恶 这就是马英九可恶的地方 所以下一个马英九就是朱立伦 那至于说马英九说实在 我实在很不想讲他 多重国籍嘛 多重人格啊 而且他这个多重人格 我用四个字形容 阴阳怪气 你看他凭什么要马习惠 我真的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代表谁 你凭什么 你代表谁 诺贝和平奖 你只有九趴而已 而且你要去谈什么 这个很糟糕 你去谈不谈飞弹 那一千顆飞弹你谈不谈 你要去谈就是让人家用刀子 掐脖子上去一样 然后你要求你的历史定位 这个很糟糕的一点就是什么 向强者低头 我们一个起码的人格 就是说我们不向强者低头 我们不是说人家用刀 掐在我们脖子上可以去妥协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尊严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宿命 要被马英九跟朱立伦他们这样来践踏 说一定要向中国卑躬屈膝 说台湾就一定是中国的一部分 谁啦 谁决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过去少数人两讲决定 过去错误的决定 现在多数人为什么不能推翻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跟朱立伦 赶快闪边站走入历史 不要再来糟蹋我们台湾人民 俄老师 这里面有他是你的兄弟的人吗 他们两个跟美国的关系是从 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好 这个是他们自己也强调了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他们也不会觉得以此为伍 但是他们两个其实并不太一样 我必须说他们所学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思考佛国籍是真的不太一样的 因为譬如说这个人他是学会计的话 他会很重视科目的问题 那每个科目他会把独立分开来看 所以他比较不会重视那个科目 逻辑的一贯性的这个问题 那马英九的部分呢 他就 独会计的人比较没有逻辑 不是 应该说他们很重视 每个科目的独立的 每一个区块 因为会计是很快旺季嘛 你看他这次因为在礼拜三 他发布了新的整个二十二个 县市的所有主委的名单 那这个主委的名单里面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比如说他几个宣布 第一个在地化 那或者说跟地方的结合 这几个区块出现了 可有另外一个区块是隐含 没有比较被人家提起的 是什么呢 是马金体系 或者是声称自己是马金无系的 那些主委不见了 好这个在 这个二十二个主委里面 确实不见了 那去哪里的也还没有公布 这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有三个大的方向的发展 那这样的发展呢 就和过去不管是马自己作为主席 或者是金作为这个秘书长 在运作整个国民党的体系 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说那个色彩的鲜明度 是非常不同 那表示说他们在政治的操作逻辑 很不一样 好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他们所面对的幕僚 体系也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在最近的所有的这个 谈话性节目里面 也都没有谈到这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同样的类似的思考逻辑 大家常常强调这个类似性 可是他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说他背后 到底谁提供给他思考的方向 请注意 朱那边二十一世纪基金会 一定是他一个很重要的 智囊的这个思考方向 而且他里面有他一套的 长久以来的思维逻辑 不管是经济的法律的 或者是两岸的 而且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开会的系统 那我们先姑且不论他的好与坏 那这些呢 都会长期提供给他 一定的这个策略跟方向 但是这比较奇特的是说 似乎这些方向呢 对他来说都是区块的 他并没有把他整个逻辑上 连成一个整体 所以就会被各位这样的批评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说 马那个部分呢 不是 马是他授权给很多 这个金玉曾经做过这个板块 十九块 这个大板块 谁负责哪一些区块 他就直接授权给那样的人 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号 那天我才被最后一个提名 第七十三个选区 第七十三个选区被提名 台湾第一选区的立委 那天我跟马英九照相 那他就说来 我们先这个实质紧扣 来举手来照相 然后他举手照相 他转告说你是谁 他还不认识我 那表示提名 那个作业 在那之前他是完全不管的 尤其是艰困选区 那他只认识那些 过去胜选的选区 那表示说 这个只要他交办的人 决定了就可以了 他只负责来照相 对 好 那这就显示 是两个非常不一样了 可是朱立文 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注意到 每一个区块是谁 而且他会反复甄信 比如我举个例子 像文传会的主委 一开始传说的人 和后来出现的人 完全是不一样的版本 那这中间呢 其实经过非常多 不同的人的意见 包括中常委 包括谁的推荐 最后才决定 有现在这个 文传会的主委的出现 所以表示他们的决策 过程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那至于刚才各位前辈所批评说 他们和美国的关系 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这两个人是很不一样的人 以及他们背后的幕僚 和自行团的思考方式 也很不一样 那最明显 譬如说 我们都知道金在马旁边的角色 那种分量 举足心重 可是金的角色 再怎么样 都是安的在马之下 请大家说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 可是高玉仁的角色可不是 高玉仁的角色是直接 他的角色是直接在他之上的 因为他的经验比他多了多 他做过沈亿会议长 对 又三十几岁就做过台南县的县长 而且这个政台的所有老一辈 他全部都是熟 他在策略上 而且到目前为止 高玉仁还是非常健康 而且这个思考速度还是非常快 而且自己在法律上非常够 所以高的角色 就不是金的角色了 不是把高解释为跟金是对等的角色 这是错的 所以在整个家族聚会的时候 以及在整个背后的幕僚式的思考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分工 会和过去的马金体制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